第二个问题是有同修在家修行 单提一句佛号 不读经也不听经 三个月下来感到饶佛史 天天有莲花跟着 礼佛史西方三身就在面前 于是许多同修也笑法学习 不听经不读经 就念一句佛号 请问末法众生 应如何修行才能真正自在往生 他说的话是对的 就跟黄军是一样的 黄仲昌军是一样的 问题就是你真能放得下 真的不想在六道轮回 再搞生死了 真的想处理 放得干干净净 过去地前老法师 那个徒弟 就是一句佛号往生 他不认识字 他也不会念经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也是三年欲知识之 占中往生 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关键的 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最重要就是这句话 真放下了 没有不成就 如果不是真正方向 还有千长挂足 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去不了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那么我们知道 帝老后 和上 他那个徒弟 做咕噜酱 这些人 吃尽了苦头 不想再到人家来 所以老和上 教他一句阿弥陀佛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再念 他心里头没有咋念 什么念头都没有 换一句话说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咋念 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 静念相及 他做到 他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个念头 行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有人想学呢 真能学得到是好事情 像这个黄仲昌 居士的王生 在此地做的这个事件 给大家看 你像他的样子 也决定你的事 那么从这些 往生的例子来看 这个敬重发门 确实是个异形道 简单容易稳当 时间短 成就无比输胜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相信 你能不能放下 你对他有怀疑 你对这个世界 一切琐碎事情 有一桩放不下 就不行 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关爱 没有一丝毫的这个留念 这个才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